去年的时候我出过一期有关兼职性澎湖炎的视频 当时比较意外 因为这个病也不算特别常见 有不少的人给我留言 当然他们可能并不是因为真正得了这个病来收到这个病 而是因为他们的某些症状与这个病有类似的地方 所以他们比较担心 又得知这个病不是那么好治 所以就提了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系统地把这个病跟大家聊一下 当然这个视频只能大致地说一下它的一个特点 那后续的视频我们再分别地把每一项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它的诊断 它的治疗 那今天我们就先说一下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特点 在说这个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个产考资料 那么我用的关于这个病 我的大部分的产考资料是来源一本书 就是坎贝尔沃斯密尔华科学 那这本书也是在我们密尿界地位非常高 被誉为这个密尿外科的圣经 那么这本书一共其实它是有七册的 而我这本书呢只是其中的一册而已 因为坚质性膀胱炎呢就是在这一册当中 而这一册呢 这一版也是第十一版 是最新的中文版的 还有一些参考资料呢 比如说这个每年的这个官方的中华医学会官方的一些指南 这次都是我所参考的一些资料 那么我们就先看这个病嘛 那这个膀胱疼痛综合症 很多人可能还是认为比较习惯的叫肩质性膀胱疼痛综合症 但这个名字呢 其实我们已经很少用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首先呢 比如说这个膀胱炎 还有肩质性 其实都是不够准确的 因为最早发现这个病呢 这个医生认为它可能是来源于肩质的一个炎症 后来慢慢随着我们对这个病的认知的加深呢 才发现呢 它并不单纯的是一个炎症 因为有些患者呢 很多的患者啊 它的膀胱的坚持并没有炎症 这是其一 那其他的的话就是 就是关于这个膀胱的问题啊 有些非常严重的患者 他最后选择了把膀胱给切除 但是切除以后呢 它的症状并没有好转 症状并没有好转 这个疼痛呢 还是在的 所以说 经过很多专家的讨论 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这个名字 膀胱疼痛综合针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针 那么这个蛋疼的膀胱炎呢 现在都不懂得叫 不过为了照顾以前的一些说法的话 如果说你说是肩定膀胱炎 那我们就认为它说的是一个事情 其实膀胱疼痛综合针的话 要比肩定膀胱炎的发位更大 这是关于名称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病它诊断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个病的诊断呢 你要符合它的一个定义和症状 就比如说尺骨上的膀胱区的一个疼痛啊 还有一些压迫感 还有一些难以耐受的这个尿急尿痛尿频 这些症状 首先呢 你症状要符合 但是这个症状符合的话 有很多病跟它症状是有重合的 你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的膀胱炎症 还有一些膀胱肿瘤 还有一些呢 像这个膀胱过度活动 它都有类似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加一些排水性的症状 比如说这个病它到底 这个患者它到底是不是有尿路的感染 如果说它有尿路感染 那你就不能诊断为膀胱疼痛综合针 如果它里面有一些像线性膀胱炎 发现膀胱里面有些肿瘤 有结石 那么你也不能诊断为肩瘤膀胱炎 所以肩瘤膀胱炎膀疼痛综合针 这个病的诊断特点就是 你首先症状符合 然后呢 排除了其他的类似的疾病 那么我们才能诊断肩瘤膀胱炎 所以它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 比如说我之前就遇到一个患者 他当时就是有类似的症状 他过来咨询我 说这个肩瘤膀胱炎怎么治 那我就说 我说你是一定是肩瘤膀胱炎嘛 他说那个医生当时给他诊断的 就是轻度的肩瘤膀胱炎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一个信息就是 他用富兰可因这种抗生素的话 症状会明显的缓解 那就很明显了 因为富兰可因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种抗生素 那抗生素好感肯定是有感染 所以他这个病呢 就不能诊断为肩瘤膀胱炎 所以我建议他呢 还是按照慢性 就感染性的这种慢性膀胱炎来治疗 先不按照这个肩瘤膀胱炎去治疗 那么关于第三个这个病的特点 就是他的病因 他不像很多病呢 病因明确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感染性的这个慢性膀胱炎 他感染的话 肯定一般都是一些细菌啊 这种病原菌的感染导致的 那这个病的话 它是一个多因素 就是说也不知道是哪种因素 比如说跟免疫相关啊 跟神经相关啊 跟精神相关啊 有很多多因素 所以说他病因呢 具体的病因不离 他有这个特点 那么第四个就是 关于他的治疗的特点 这个病的治疗方法非常多啊 当一个病的治疗方法非常多的时候呢 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没有一种特效的治疗办法 就是每一种 每一种方法 效果都不是那么好啊 你比如说像狼尾炎 那狼尾炎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说集体狼尾炎 你能手术的话 那你就手术 手术过了以后 这个病就好了 如果说你不想手术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用抗生素 暂时抗感染治疗 所以他没有其他的 乱七八糟的一些治疗方案 但这个病不一样啊 这个膀胱腾腾综合针的 治疗方法非常多啊 所以说 他没有一个非常特效的办法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只能联合治疗 就联合治疗什么意思呢 就是多种治疗方案呢 就是用在一起 那么它的效果相对来说呢 就会好一些 你比如说这个治疗方法 那它可以呢 就是饮食治疗 就是说你饮食方面有多注意 还有生活习惯呀 喝水习惯呀 排尿习惯 这些呢都可以去调整 还有呢就是说 比如说口服一些抗瘾药物 还有一些 服用一些这个抗尿瓶剂的药物 还有一些呢 服用一些止疼药 这些呢 都是治疗方法 还有一些呢 那就是膀胱局部的治疗 比如说往膀胱里面去灌注一些 灌注一些膀胱黏膜的保护的一些东西啊 或者往膀胱壁里面打一些像肉毒素 这种组织神经的一些药物 还有呢就是往里面这个注水 高压水 把这个膀胱给扩也扩 这种这种治疗方法呢 叫膀胱水扩张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就是我们前面说 就是把整个膀胱的给切除掉 那么这种方法呢 现在基本上不用了 那么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法非常多 那就要联合去治疗 这是关于它治疗的特点 那第五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发病特点 因为 发病特点是这样 由于这个病呢 它本身它的定义呢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呢 一直在发展 所以它的 到底 某一个患者是不是这个病 都是有一些争议的 所以说它的发病特点的统计呢 也是不是那么准确 但总体来说啊 总体来说啊 总体来说有这么几个特点 就是女的大于男的 女的患者比较多一点 男的这个病呢 相对来说少一些 再者的话就是 它的中位发病年龄呢 是40岁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中年妇女比较多嘛 这两个在一起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它有地区或者任务的差异 就是每个地区不一样 比如说美国 它统计的这个发病率呢 大概是每10万人里面呢 每10万人里面有大概500个 中国这个措置呢 是100个 但日本呢 可能就4.5个吧 所以说它这个地区差异呢 是非常大的 这个呢 我就不详细的跟大家聊了 所以关于这个金钦胖万元呢 它总体来说有这么几个特点 可能很多人呢 还是比较关心它的诊断和治疗 那后续的话 我们再详细的聊一下 关于这个治疗的 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千万别被骗了 有很多人就说我有特效的办法 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其实这个是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 我们只能就是用一种治疗方法 去缓解一段时间 而且呢它有可能会复发 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吧 好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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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